哈囉大家好 Channel 歡迎收看 流浪到3.16的遊戲改版內容 大概是今天的最後一支影片 我想要跟大家稍微聊一下 雲攻略新出的技能 還有一些傳說裝備的使用 那原本打算出兩支影片就好 為什麼要出第三呢 我發現我今天早上做了一個社群貼文 是在臭拉布朗 大家都知道拉布朗是 邁阿密熱火轉隊的時候 他說了一個非常知名的台詞 那1 那2 那3 那4 就是指他拿總冠軍的吃素 但是大家應該都知道他只有拿到 後來的兩個總冠軍 所以我發兩個影片好像就在湊他 為了避免大家覺得我在湊詹姆斯 所以我打算 今天再多發一支影片 來聊聊 這個新技能的部分 新技能呢 我大概只會講前面的4個 因為我實在不是主隊玩家 對於後面的6個技能 還有他跟召喚物的運作什麼的 要等到天賦才能出來 所以我今天打算 雲的就是前面的4個技能 那第1個是閃電刀這個技能 左邊是英文右邊是中文 可以相對應的 輔助互看 那20等技能還沒有出 所以我們就先從1等的地方開始看起 24等 然後消耗的能量護盾其實很多 那我這邊要再跟大家強調一下 光這一等消耗的能量護盾值 我覺得他就不是一個拓荒的時候能夠使用的技能 除非你身上穿的衣服或者是幾個裝備 搭配能量護盾底的 但是也不用太擔心喔 如果你的裝備上面的詞綴就工藝台的製作的部分 應該是可以在工藝台上面打出一些詞綴 包含了能量護盾的點數 能量護盾的趴數等等的 你使用一個武器使用能量護盾底的盾牌 再加上能量護盾的衣服之類的 應該就能夠開啟能量之刃的效果 不夠滿的話也可以回去重新的使用工藝台 那你看到其實他一等他就可以附加 100%的最大能量護盾的點傷 再額外加40 這個相當驚人喔 我必須跟大家講 點傷是遊戲前期最重要的一個傷害環境 假設我們能夠在第三章節的時候 開啟能量之刃的話 近戰的攻擊技能 不管是零體投擲也好 或者是像是閃電打擊 應該都不會缺傷害的 這個點傷給的算是還蠻豐富的 你可以看到 50%最大能量護盾 100%的最佳能量護盾 再加上其中的兩個點傷 你消耗136點能量護盾 就拿到這麼高的點傷 試問哪一個武器前期可以提供給這麼高的點傷 那雙手的話能量之刃的 總閃電傷害還會提高40% 增益的效果會讓總能量護盾降低80% 這就意味著 你可以看到前面的英文原文喔 它並不是限計 而是直接讓它變低 如果你的能量護盾是200點的話 它直接降低40% 你就只剩下40點能量護盾 所以前期的話 你不要想說拿能量護盾當成一個防禦的效果 把它當成 單純的攻擊能力 到了中後期 我覺得你還是要撐血盾負荷 不能走個什麼CI路線 否則直接砍掉80%能量護盾 你根本沒有生存 也就是說這個武器 它的好處是 只要你拓荒或者是前期 能夠解決能量護盾的需求 有附加一些 複合的能量護盾的話 那你的傷害就來得非常的高 就這些點傷的獲取 那到了中後期的話 你需要撐血量跟能量護盾 複合的 那也可以靠著大型星團珠寶 有一個大型星團珠寶 不知道大家記不記得 它可以把生命附加的趴數 到能量護盾上 工藝台有一個可以把生命附加一定的能量護盾 上去 所以能量之盾在後面的運作 加上新版本會出的一些 防禦面的天賦技能 讓這個技能應該算是比較好玩的 傷害不錯 好那我們來看到下一個技能 下一個技能的話 算是死空裂系 類似英雄聯盟艾克的大絕 可以穿越回去 但是它 不是完完全全的回到 4秒鐘前面 它是直接穿越 目標回到原本4秒鐘前 站的那個點 但是 你的狀態 包含你身上的buff debuff 都不會帶過去 只是你的血量 魔力能量護盾 會回到拖映值的數值 我覺得其實很不錯 因為 它有一個冷卻時間 你可以看到它的一個基礎 施放時間 冷卻時間 施放速度很快 0.25秒 幾乎是接近順發的 那冷卻時間 是要5秒鐘的時間 每5秒鐘 它就能夠給予一個效果 讓你的 能力值得到還不錯的改變 比如說 它 施放速度不會被改變 就不用為了它撐更快 增益效果 你不會受到時空鎖鏈 的buff影響 你就不會被時空鎖鏈上到 那前期解決詛咒是很麻煩的事情 讓你的速度降很慢 很麻煩的 也就是時空鎖鏈 開了這個10%的保留光環 就等於不會受到時空鎖鏈的影響 再者它有個什麼好處 每5秒就可以完全的回滿 血量魔力跟能量護盾 但是它還是有一定的缺點 包含了我想要這裡的4E圖給大家看 大家可以看到它每一秒鐘 大概都會留一個人形 差不多是這樣的一個概念 那完成之後它就會回到原本人形的位置 然後前面走過的地方 發光 那我們可以看到它這個傳送的效果 它會傳送到你原本站的那個位置 那你就必須在網站的時候確保這個位置上面沒有什麼很致命的東西 你就不能走在一個致命的東西上然後再傳回去 所以我覺得它雖然說是給專家所使用的 但是我覺得專家網站會用它 應該也是對BOSS有一定的了解 跟你自己的位置 處在一個比較信賴的狀態上面 那它的優點也很明顯 就是可以讓你的 生命血量魔力都瞬間的回補一波 假設你這受到一發超大的傷害 你是可以直接按這個技能 直接拉滿你的全部的狀態 如果你是同時吃複合血量能量護盾 或者是血量MOM的玩家 放了一大波技能 或者是像官方所使用的競技儀式的話 是還有不錯的效果的 大家可以參考一下 那我覺得最有效的做法也是在跑一些劇情圖的時候 撿完東西直接拉回5秒前 好用 現在跟我們來講到龍捲旋風 這個烈焰龍捲風這個技能 我覺得算是蠻有趣的 它可以搭配各種 元素技能給它特殊的 一個怎麼講 特效 像這個火龍捲 只要使用火焰的技能 它就會變成火龍捲 如果你用閃電技能 它就會帶電的龍捲風 相當的帥氣 那它是一個基礎物理的技能 持續時間 兩秒 然後有個額外的持續時間 最多一個龍捲風 那我對這個龍捲風 它的打王傷害 我覺得還不錯 因為你可以看到它有個反射 5%所受的傷害 它受到的所有傷害 會累積其中起來 最多到20次 那這20次傷害是累積的 累積好之後 就從當中 發出5%的所受傷害 每0.25秒 可以造成傷害 那它有個最多 可以被擊中20次 那加上0.25秒 那我原本以為 0.25秒是 它就把你身上的反射傷害 丟完就算了 所以我必須有很高的攻擊頻率 去攻擊它 那它就一直花完 那這我後來 讀了一下它的一個 完全的介紹 加上 龍捲旋風 至多可以被擊中20次 這個選項 我大概就知道了 你最好的技能就是 能夠穩定的擊中 龍捲旋風 在它的持續時間之內 能夠穩定的擊中 大概20次 那加龍捲旋風 它造成的一個傷害效果 就會來到最高 我覺得打王的時候 是還不錯的 你可以使用你 一個技能 甚至我覺得還有更有趣的 就是看龍捲旋風的 擊中單位是怎麼樣 看能不能在跟什麼 水世界 連鎖之類的搭配 進行一個多層次的擊中 讓龍捲旋風 瞬間堆滿它 堆滿之後再 反射 很高額的傷害 再加上我還有一個 想法 他說 只有你的投射物可以 擊中 那召喚物不行比較可惜 所以它比較適合的就是 攻系流派 就像我剛剛前面提到的 連鎖之類的能力 那 那再加上如果你的技能 本身擁有了高額的散彈效益的話 打滿20層應該不是太多的問題 所以我覺得 它這個的出現 根本就是在變相buff 攻系技能的效果 非常的有趣 那甚至我還有個 很大膽的想法 大家應該知道 有一個 武器 的劍帶 叫做虛眼擊射 虛眼擊射 應該可以跟龍捲旋風做一個 非常完美的搭配 我就將虛眼的 爆炸傷害全部都 堆積在這個龍捲旋風上 瞬間爆發完 那我把能量球消耗完了 那龍捲旋風的吃滿20次的虛無極射 他的傷害 他再加上反射所受傷害0.25秒 應該是可以完整的發揮這個技能 全部的能力 那大家還有怎麼看 那也歡迎 跟我們一起討論一下 好那接下來就是這個 大麻煙彈 我的毒 沒有解藥 這個沒有在湊人的意思 那我們來看一下這個 毒豹的靈藥 它的效果是什麼 它一個基礎的混沌傷害 還有造別人 對敵人造成中毒 6%還不錯的攻擊和法術的 暴擊機率 那這個時候我就覺得還蠻有趣的 因為它是一個攻擊 效果混沌投射 那為什麼這裡有一個 加6的攻擊和法術 暴擊機率呢 這我就不知道 因為它這裡的翻譯 非常的神奇 就只有一般的暴擊率 所以我猜應該就是攻擊 我一開始看到法術暴擊率的時候 應該就是翻譯出的一個問題 它是一個攻擊技能 跟法術並無關係 那它會從一個生命藥劑消耗 兩個充能 其實相當的低喔 因為生命藥劑它的一個充能點數 其實數量很高 那如果搭配一些藥匣的職業來做使用的話 它的消耗數量量會很大 那如果它隨著等級提升 沒有消耗到過多的充能的話 刺客帶個兩瓶血水 估計也可以完全的發揮它的效果 那我很懷疑 第一點 我們先不提傳說藥劑它會不會吃 因為卡魯之血有被削弱了一些些 回復生命的數值 那就有不朽生命藥劑來看 7秒鐘回復2400的一個生命 它假設能夠吃到飽和的這個詞綴 增加50%的回復量 那它的這個生命值回復就很高 高額之餘加上 回復量3%的混沌額外傷害 這個點傷其實可以撐到很高 那假設我這個血量根據一些 詞綴拉到3000生命值的話 那3000生命值的3%的效果的 混沌傷害額外 其實也不能說是 太低 那假設它隨著等級提升能夠再附加更多的 混沌傷害的話 那我覺得就點傷來說還不錯 因為它應該也是一個 擁有散彈 傷害效應的技能吧 可是它沒有寫 有幾個投射物 只有寫一個爆炸的瓶子 如果真的是只有一個瓶子 然後這樣的點傷 再加上這個 附加回復量 隨著等級如果沒有提升的話 那 配合藥劑就沒有很好用 只要它可以隨著等級提升 因為這是需求12等嘛 我在看20等的時候 它會有多少的點傷 然後有多少的附加傷害 隨之提升的話 我覺得這也算是蠻有搞頭的 可以搭配 那個 藥劑詞綴的話 但應該就不是 特別適合拓荒了 因為 拓荒時候包含了你的 藥劑的使用 可能都是要 救自己一命 而不能隨便亂喝 你也可能只帶一瓶藥水 什麼的 後續才會去洗詞罪嘛 好的那以上就是我今天 對於這些 技能的雲看法 最後我們來聊一下一些 傳說裝備好了 那像是這個 火靈腹的手套 任何敵人 你擊殺的敵人 或者是附近任何的敵人 都被殺掉的話 就算成你的擊殺 我剛剛是 瞬間口擊了一下嘛 OK沒有關係喔 那 這個它有個什麼好處呢 就是 擊殺特效 任何都可以做 你可以使用 地雷 圖騰什麼的 配合 比如說爆炸衣啊 或者其他爆炸的東東 它都能夠進行 擊殺的效果 但我覺得其實也沒有 特別的好 如果我真的要 做這種擊殺爆炸的話 我可以選擇 秘術師來玩 那 也可以使用 物理的爆炸手 雖然 稍微貴了一點 但 任何 附近任何的擊殺 四位的擊殺 這個有什麼效果嗎 除非 你可以使用 四鏡用來回復生命 或其他擊殺 回復生命的做法 我覺得才算是 比較有效 否則的話 召喚使用這個手套 好像也沒有多大的幫助 一般來說 就算元素傷害不足 三弦的 轉傷手套 可能還是他們的首選 那 以 圖騰流派來說 其實圖騰流派 要的話 就是近期沒有擊殺 好像也沒有到 多大的幫助 因為圖騰流派是 魔力流的玩法 擊殺回復生命魔力 這個有點好處嗎 到時候再想想看好了 我覺得這個手套 沒有我想像中的這麼強 但是如果 抓到一個很有效的 搭配玩法 可以跟擊殺做連動的話 就還不錯 那我覺得前期還有個好處 但是這也不會使用前期用 節光環也可以使用到 他的那個爆炸擊殺 然後看到 重隔腰帶 他的一個 這個腰帶其實挺強的 你可以看到無法使用 魔法功能藥劑 但是最左邊 一共有四瓶水 可以作用於你 直接作用於你 就是我們不用喝這個藥水 然後這個 四杯魔法藥劑 是常駐的 傳說藥劑就不能常駐了 那 功能藥劑無法被移除 就是任何移除的手段 對你來說都沒有用 他們的所有的作用 都作用於你 那他如果使出一些詞綴 比如說 各種免疫的詞綴 免疫 點燃 冰凍 冰環 然後免疫感電 就拿到三瓶元素 異常狀態的 全部解決的藥水 那再加上一瓶藥水的能力 我們可以去解一些 比如說你的弱點 然後解 流血腐化之血的能力 就等於解除了三個元素 加上腐化之血 所以他在常駐功能藥劑的話 可能是一個懶人最好的選擇了 那他沒有特別寫第五瓶藥劑 可不可以手動按 假設 可以放一瓶傳說藥劑手動按的話 也是一個不錯的選項 靜李之甲 他擁有這個 時空就是我們剛提到的傳送技能 他是沒有保留的 承受的傷害 補償為生命 大概 大家不用想太美好 這個大概也是 承受的傷害4秒鐘之內 慢慢的回復為生命 而不是 你受到傷害馬上就彈回來 沒有這麼爽的事情 所以這一條詞綴大家不要誤會 再加上 減疫效果失效速度增加100% 這個減疫效果增加100% 如果是中毒減疫 然後 點燃減疫流失速度增加100% 效果失敗的話 好像也還不錯 因為可以歸兵一些 比較嚴重的 持續傷害的debuff在你身上 可是這件衣服來說 我目前沒有想到什麼特別好用的搭配 他不是一件傷害的衣服 後續的勢力裝備 我感覺這件衣服沒有到超級必要 他只是讓那個10%的攻環沒有保留了 除非後面這兩者 真的有非常強大的生命效益 否則我覺得就沒有太好 那這一條我能夠想到的 傳授傷害補償會生命 比較好的做法 應該就是搭配 比如說 那個瓶血的效果 那個近戰不是有推出一個爪抓瓶血 讓你強制 半血瓶血的那個能力 他應該就能夠讓這個效果比較好發揮 否則其他流派我覺得 運用空間不大 那剩下的話就是這個額外的附魔 還有這個加一個 輔助寶石的項鍊 那以上都是我的想法 都是我在雲啊 可能會出現各種問題 所以大家聽聽就好 我們今天就是隨便跟大家聊個天 難道之後情報比較確認之後 我們再跟大家 實際的說明一下 我是Change 我們週的影片再見 大家拜拜 拜拜